山 走 跟上明天时 放生去 走 跟上明天时 放生去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 分享 亮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了伴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 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点是 体悟无常 这个体就是要真实的去感受 用你的身心生命去感受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各位要像今天一样 一天的时间 我们来受保管在界 来皈依 要来受五戒 要来修十善业 甚至远用菩提心来修行 老实说了 就像你跑遍全世界 拥有全世界的财产 但是各位都知道 那个都是带不走的 虚幻的 那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所谓叫因缘果报 就是说 就像你的身体 比较健康 生病长寿 高矮胖瘦 这是你的因缘果报 业 但是呢 那是暂时的 有时候人会为了十公分 计较老半天 一百六跟一百七 好像差很多 这样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差很多 双眼皮 单眼皮 干脆给你三眼皮好了 但是为什么 别人鼻子比较高 我的鼻子比较矮 对不对 为什么别人住的家比较大 我的家比较小 这个就是肤浅 就是聪明 不是智慧 因为就是怕输人家 为什么怕输人家 因为面子问题 什么叫面子 那就是我职 绝对有一个我 我要比别人好 我不能输人家 所以就有这个比较性 如果这边现场人 都一百四十公分 就你一百五 你就很骄傲了 那人就是这样子 有这种分别比较 但是却忘了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想生命的本质 各位都会知道 你也讲无常苦 我们这个身体肉体 世间的一切都是 变化无常 生老病死 这一点你要经常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受 八观灾戒 每个人到时候我也来受 八观灾戒就是要 断除轮回的因 所以它有功德 八观灾戒一天的功德 超过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它体悟到无常 那受五戒 那是一个因果道德 那至少你受五戒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圣道 这样 但是我们都怕地狱轨道出圣道 那明明我们在人道 那做人这么殊胜 那么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人才可以成佛 所以那我们要体悟这个道理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因果轮回的问题 那只要我们累次造了一夜 善夜恶夜到现在还在造 因为我们的念头一直在动 哪怕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在修行 也是在无常里面 那至少我们在无常里面 累积一个 念一下善夜 解脱的因 净土的资粮 成佛的资粮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各位今天说 有能够说我给你一百万英镑赚 你不要来受八万再结好不好 真的吗 对 要很勇敢 你老公说 你不要给你受八万再结我就不跟你离婚 你好不好 No 我要受八万再结 那个只是一种感情 你爱上一只狗 事实上那只狗是你儿子而已 没有别的道理 但是很可怕它会比你早死 但是如果你对那只狗执着的要命 更有另外一种可怕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它 它下辈子还投胎做狗 你就会去陪它做狗 你还要跟它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人爱狗超过人爱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狗 我们跟它之间的感情 那只猫 大部分都是孩子来投胎的 甚至是堕胎的小孩 又来投胎了 如果你没有超度它 你还是欠它感情在 肉体在 你还是会更疼它 那时候老婆姐 又要想说爱比你苦 因为它又会比你早死 那这些道理各位要一直去思维 一直去思维 生命活着还真苦 没有一样快乐 请问各位 坐在这边的法师快不快乐 不快乐 但是我可以接受这个 本来这个身体就很痛苦 对不对 然后为了传戒 师父你又穿了 没办法了 要传戒了 你知道这边还好 我们在天气四十度五十度 都还穿了这个呢 因为没办法了 所以 但是这个苦有意义 修菩萨道就是要修空性 为什么要有空性 就是不怕苦 你才可以修空性 才可以做菩萨 菩萨要不要下地狱 要不要下地狱 要啊 你不到地狱怎么度地狱的人呢 但是如果你怕苦你就不行 菩萨要不要投胎做动物 要啊 你喜欢狗吗 那你要投胎在很多动物的地方去度他们 你要超度鬼吗 那你要跟他合在一起 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做鬼啊 面然大师就是观音菩萨做了 他一直在被火烧 跟同样的鬼受同样的苦 但是以这样子的同事 跟他们合为一体 引领他们超度 但是如果一个菩萨觉得说 还有一个我的身体在受苦 我的生命在受苦 他就做不了菩萨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一直强调空性 无我的空性 破我直 那你才能够圆满悲心菩提心 这样 所以至少我们了解这个了 所以现在以后各位生病来了 痛苦来了 你要认为说 那个是破我直最好的机会 不会骄傲 不然说我很有钱很漂亮 你很有钱也很漂亮 拉个肚子你就惨了 你不要骄傲 所以我们 但是世间现在就是表现骄傲 谁的地位 读书 外表 穿衣服 车子 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这个 国与国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人与人之间 都一直在凸显自己 也会赢过别人 那各位要知道 所以你修行要知道 哦 原来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 是自己的 无明居然去执着这些变化无常的 而且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 那当然你要做菩萨 那根本不能有这个我 现在你活得很健康 哦 明天你去视线得癌症 三个月以后死 然后这三个月得癌症 坐在癌症医院 你就可以度癌症的病人 要不要去 你要说 弄 那弄你就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你就 没办法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劝人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因为 你从极乐世界再来 你就没问题 因为极乐世界 你就可以证得 无身法忍 无我的空性 视线什么都没关系 而且永远不退转 阿比拔子大悲不退转 当然做一个菩萨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历代祖师菩萨 都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再来 没问题 做神父被稍微 无所谓 你今天要做一个菩萨 各种宗教 各种情况 你都要去参与 你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你不同宗教 我不参与 那就不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念一下 大悲普负 他的大悲心 普负一切 所以为什么要有空性 空就是融入一切 无我就是融入一切 你变石头我就变石头 你变花我就变花 你变恶鱼我就变恶鱼 如果像各位这么爱漂亮 下辈子叫你去视线做恶鱼 Oh no 这么丑做恶鱼 那你就度不了恶鱼了 所以我想做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 普门视线 对方视线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方便 因为很多人有 现在的社会有讲个性 讲个人的私生活 但是我们出家 没有 我们出家 像我刚出家 我们睡的地方是36个人睡一间 根本睡不着 为什么有人晚睡 刚刚睡有人又早起 那两点半他要起来拜佛 然后这个就是师父说就是要这样磨念 磨念到你心里平静 那有些法师就说 哎呀你们这边吵我就躲远一点我要打坐 那我师父说那你也没用 因为你偷偷躲到楼梯旁边去打坐 那你就没有跟大众融在一起 你还是享受孤独的生活 你最多修解脱道 不能修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各位要故意去磨念 自己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灾难 哪里有不方便 各位要去视线 所以现在英国有一点脱欧问题 所以各位故意要移民来英国 对不对啊 我要来帮英国 所以哪里有灾难 然后下回话 摩西哥你要去吧 下回话 非洲你要跑第一个 而且要带好福报去 修了很多福报 到非洲去做一个不失金钱的人 对不对 替他们受苦 对不对 替他们受苦 所以这个就是伟大的佛陀要我们学习的 了解众生苦 发起大悲心 成就菩提心 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度众生 所以呢 这件衣服是地藏王菩萨设计的 地藏王菩萨为了开发九华山道场 他跟敏工要土地 他说把他的袈裟红色的布覆盖上去 结果覆了整个九华 九朵莲花 所以叫九华山 那这个布上面有二十五块布 为什么呢 因为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整个所有的众生合起来有二十五种 所以我们叫二十五有 所以这个布有二十五块连起来 各位要不要穿 你一定要说要 不穿就不是菩萨 我要穿起来承担 所以海青代表一种惭愧 黄色的代表空性的意思 在空性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忍入空性 无我的状态 发起大悲心 要去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那事实上 这也是佛陀要我们学佛的本意 我想各位今天来 授一次一天的八观哉戒 但是我们想的是 为众生授戒 皈依也好 授戒也好 我们做了很多功德 然后我们在讲法师慈悲 为我们解释五戒 十善业 功德修行 虽然我们时间不够长 但是要麻烦各位自己 多多看看经典 或善知识的书 了解五戒的功德 如果你了解 我想没有人不受了 因为大家都要快乐 所以 当然我先简单的这样解 生命本来就是痛苦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 所以生命的目的呢 就是要解脱痛苦 那你要解脱痛苦 你就要消除贪嗔痴 所以不让自己再造业 像今天各位就不容易造业 今天在八观哉戒的加持 大家念佛念法念生 听文佛法 持戒等等 还要捕食帮助众生 如果你能够经常如此 那就是很有智慧 很有福报的人 所以各位要羡慕 哪一天换你出家 好不好 特别在英国出家 那你功德太大了 因为没出家人 没有 没有本地的 都是外地的 像我们这种流浪汉 所以 但是英国难道不需要佛法吗 各位现在至少住在英国 搞不好你已经拿英国的居民护照了 你是英国人 但是你会讲英文 又认识那么多朋友 你会讲中文 那你要很积极地去推广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有这个愿力 希望下回我带更多的英国人来受八观哉戒 跟谁受 跟你受 你传给他们 早上说了 你受过八观哉戒的人 那在没有正式法师传法 你可以代替 传给他们八观哉戒 告诉他们大家怎么来受戒 怎么来修行 为什么要受五戒 受五戒 你就不会造恶业 不会造恶业 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出生道 现世也不会有什么大车祸 大灾难 大病苦 这样 所以不杀生的人得无病长寿 不偷到的人不找小偷 没有这种金钱的灾难 比较富贵 不邪淫的人家庭平安快乐 人际关系好 不妄语的人福报大 法缘人缘好 不喝酒的人意志坚定 没有三十六种过失 所以呢 那这些都是一个福报的基础 但是我们站在菩提心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 自己做 但是功德供养给众生 各位记住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跟他说 你不要生气 你不生气的在这个功德 默默回向给他就可以了 他就不会生气了 不然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这样而已 你怪不得讲不动对方 一个人为什么影响不了对方 因为你没有达到究竟这样 所以你的儿子怎么样 儿子妈妈 儿子怎么样 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 那你要改变儿子 那你唯有改变自己 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那你才会更精进 所以今天一个人手把万灾界 一日一夜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了 你都没有跟对方讲话 但是他已经影响出去了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缘起 信空 一切的存在都是互相影响而存在 没有单独的存在 所以各位要用好的影响力 善业去影响这个世界 不要用恶业去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你一个人吃素 那虽然你一个人吃素 但是这个世界就被你影响 就像你在这个世界多种一棵树 这个世界空气有没有好一点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现在人种环保 从个人做起 所以你 当然你究竟成佛了 那这个世界会因为你改变 所以要这样追求 好 无戒者即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此无戒是一切戒之基础 全人生 什么叫全人生 去解脱 那不会堕落上恶道 而且 这些戒将来可以正顺解脱之本 那是无上菩提之本 所以如人既发心求授 这个发心很重要 各位要发无上菩提心 好不好 不要为个人解脱 或是个人的福报 但是你不为个人福报 而发为众生受戒 你反而得到的福报更大 因为回向给一个人是一份功德 回向给无量众生变为无量功德 所以早上说了 为个人的快乐受八万载戒 二十小戒 但是为无上菩提受八万载戒 两百万戒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发无上心 来求授五戒 那这个发无上心守五戒 就像各位皈依的 你就想 愿所有众生将来都可以 听我们佛法皈依三宝 哪怕一身蚂蚁 但是各位 你现在对人 你可能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有固定的信仰 但是对动物 对无形众生 对天神 你要经常念 归佛 归法 归神 养成习惯 碰到大海 吹到风 看到树林 愿这些树林 这些众生 乃是树里面的鸟 蚂蚁 归佛 归法 归神 我带各位念三皱一皱 也叫 Ong Pukam 这是个皱 这个皱就是让他们听到的都皱一 Ong Puk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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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背起来 不但他们皱一 而且整个地方都净化掉 也叫转 不干净为清净的咒语 所以我们都用这种菩提心当愿众生 我想各位今天皱一受五戒 喜不希望你的儿子受戒 当然希望 为什么希望 爱他嘛 慈悲 喜不希望爸爸妈妈受戒 当然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现在好 来世也好 慈戒可以有福报 慈戒可以升天 慈戒可以种下解脱之本 慈戒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都去影响别人 但是你要影响别人 你自己要做得好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会煮饭 要会讲话 要会笑 要会做事 走到哪里 人人欢迎 像个影格心一样 因为这样是为了让对方看到你 愿意接受你的佛法 人格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人格 有没有圆满 太圆满了 所以各位为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只是传个简单的上规五戒 但是你要有很圆满很圆满的人格 所以在这一点我一直讲 因为各位有家庭 如果今天你是个佛教徒 你先生没有信仰 你的儿子很喜欢基督教 如果你都可以让他们从心里佩服你 那你是真正的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给他讲经说法 佛教徒是用你的心 达摩祖师最重要 再念一次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这是你给别人的一个感受 一种心态 而且特别各位喜欢度鬼神超度了 连鬼都要尊敬你 因为你的心态动机 这个是你必须培养的 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人群单位里面 成为一个被尊敬尊重的人 那你一定是很道德很忍辱很慈悲 而且默默的不断的在为他们修功德回向 嘴巴不讲他们错 心里承担他们的业 广修功德要回向给他们 那学佛要变成一个默默行善的人 所以那这样呢 用发这样的心来持戒 不负 所以受以应延迟 那既然各位受戒了 叫严格持好纪律 不负禁士之圣名 三规一的弟子叫禁士 就是接近侍奉三宝的人 就像你是国王的侍卫 你不能做不好 对不对 你已经接近了 接近了 三宝这么接近了 那你应该做得比别人好 卢等既知五界之大义 今当起立端比虔诚 自心奉请三宝万灵 而为正乎 自心做官 随我引请 这个官各位一定要学 官是 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真的降临了 世上有没有降临 有没有 一句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马上降临 这是百分之一百 各位一定要相信我 强调才强调 好不好 那你一合掌 我心情不好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了 你跟观音菩萨请述你的心态 求观音菩萨加持你 OK 你永远就不会依赖别人 老公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不用打给他 打给阿弥陀佛就好 对 他听你电话跟你挂你烦不烦 但是佛菩萨永远 所以观音菩萨是永远的倾听者 叫观世音 就怕你不念他的名字 就怕你不起请他 阿弥陀佛 要是佛 不动佛 任何一位都一样 所以佛力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要这样做观 诸佛菩萨都降临了 这个比结婚重 要百千万亿被欧 这个是影响到 我们的生生世世的生命 然后呢 诸佛菩萨 护法神都来降临 这个世间 古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要受戒 连皇帝都要知道 哎呀 我们国家有这么重要的人 替国家 所以我们要受戒 连所有的神明都知道 再来忏悔 我们无始罪业 障毙本心 很多人说我想要学佛 看着老半天经典看不懂 因为他业障没消除过 这简单的经典 他也体悟不了 嘴巴会念 但不了解意思 所以这一点啊 并不是说 你很会读书 你读到博士 你就会看经典 还是看不懂 会念 看不懂 不懂得用 所以为什么要 要累积之良 灿除业障 你才可以了解 什么叫菩提心啊 什么叫空性啊 不然没办法 你就得不到戒体 也得不到佛陀的心法 但是各位一定要承认 上面所做的 你都有做 好不好 上面所犯的 你都有犯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世 我们可能都犯 像我 老实说我毁谤过佛法 因为一开始我刚学佛的时候 是学净土宗 学了半年 然后呢 当然也认真 后来他们就教我去学 巴黎文的解脱道 我就到缅甸 结果我去了以后 哎呀我就是这个 这个念佛不究竟 对不对 然后我在那边学了一两年以后 然后又回到 又在台湾 然后又开始学大乘佛教 嗯还是这个究竟 那时候还不喜欢念佛 那听人家念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念这个 这个时候 因为我被影响了 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学佛没有清净到善知识 很容易毁谤佛法 很容易毁谤 后来有人叫我去做电视台的访问 访问上司 我才听一听 哎呦 道理不错 所以那我就有因缘了 所以对我来讲 没有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儒教 佛教的各众派 我都有参与过 现在想一想 这也是我的福报 现在不敢了 通通好了这样 因为 但是过去都造了这些业的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虔诚 过去有没有杀过爸爸妈妈 有没有 你要说有 你杀死一只猫 都是爸爸妈妈 你在这个世间都有业的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多一个胎 等于杀掉多少亲戚朋友 而且你的儿女有可能都是你过去的妈妈要来投胎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去伤害他 都是跟你很接近很接近的缘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小孩 就这个意思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 我再问 有没有杀过父母 有 真是如此 好像我妈妈从小把我一只我最爱的狗把他放生了 还有我哭了很久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会想到他 我只要经过我妈妈放的地方 我就在那边停了十分钟在那边默哀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跑去那边等 我妈妈 奇怪你怎么一个两个钟都没回来 我就跑去那个地方等 我找我的爱人 嚕嚕嚕嚕嚕嚕你在哪里 所以我后来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你要忏悔不然以后你会被抛弃 你乱讲我那怕抛弃 因为我妈妈就被他爸爸抛弃 他从小恨他爸爸 不能叫我外公叫他外公 因为我妈妈有这个业 有这个业 我现在都拿小卦佩 我现在把那局 这个供强的业